而在美中兩強的對決之下 全球的半導體大國 包括台灣在內 當然不可能獨善其身 尤其是在荷蘭 決定選邊站加入美國隊之後 現在荷蘭還要加碼禁令 未來讓中國 要連低階半導體的設備都買不到 不過這樣的狀況 不只是中國未來的半導體產業 即將進入冰河時期 而且全球的晶片柏林圍牆 也已然成形 但是中國當然不會坐以待斃 所以現在也要做出反擊 那這對全球未來的半導體發展 會造成什麼樣的影響呢 而昨天台積電創辦人 張中某在以前演講當中 他就特別提到 說台積電的美國廠動土典禮上 拜登講了一句話 他覺得好刺耳 他還問底下的工商界大佬說 現在還是全球化的時代嗎 所以就請教定語委員 怎麼看這些說法跟狀況 目前有一個形容詞 叫做晶片柏林圍牆 可以形容就是 全球先進的晶片相關業者 美國的IC設計 荷蘭歐盟的相關的機台 以及日本的原料 台灣的製造 當然韓國現在也追上來 這一些統合在一起 形成半導體霸權亡國 全力防堵不守規則 用偷的用買的用藏的 中國的晶片發展 所以很早就說了 如果這一波戰爭打下來 中國的半導體 會回到實際時代 那現在發生什麼事情 我們先看這裡 中國用國家財政去補貼 結果肥了那些肥貓 瘦了中國的國家資本 晶片也包含中芯 一大堆虧損連連 那個資金已經丟到 沒有錢可以用了 那因為他一直花錢補貼 那這些拿到錢 也假裝要做點成績 東買西買 東弄西弄 你越東弄西弄 全球就越注意到 該要怎麼禁止你 所以我們回來看 所謂的柏林圍牆 晶片的柏林圍牆怎麼來的 最新半導體 DUV設備管制 不准出口到中國 最新的 錯 DUV是低階的 是低階的 都不能賣給中國了 這個D叫Deeper 就是較深的 深層的紫外線的光刻機 那之前禁止的什麼 在這之前禁止的是EUV 也就是極 極紫外光的光刻機 那個是比較先進 那是在先進製程 DUV在10跟14奈米 還不算是先進製程 現在連比較低階的DUV設備 不准賣給中國 人家已經斷定了 中國以後10奈米以上的也做不出來了 那幾乎是斷全面斷了中國的路 就沒了 你大概就是90奈米26奈米 在那邊摸鬆 那七月份多一個禁令 這個禁令要跟上面這個一對 七月現在禁止輸出AI晶片 特定中國的公司跟荷蘭商買的 禁止出口去就扣住了 我已經付錢了耶 我已經買了DUV機 我買了什麼機什麼機 現在什麼機都不賣給你 就去吃炸機吧 都沒有 他把這個扣留就是禁止出口 當然要荷蘭配合 對 那你這個禁止輸出AI晶片 跟這個差別在哪裡 右肌看不看得出來 更進階了 高階原來只進高階 對 這是所有 是AI所有的 本來是高階AI 你去發展一般的 我現在連一般的都不給你 一般的不給你之後 這個時候美日核連線 其實還加上台灣 中國的晶片就進入到 它叫冰河期就時期時代了 所以這個是全球發現中國 比方說它發展AI 會用在軍事 會用在不合法的地方 它的技術用偷的 也不是跟你正式授權的 所以整個圍堵 會讓中國的半導體產業 無法發展 連周邊都不行 那接下來 你說我不行 那你們 我就來弄你 中國也要弄美國嗎 中國商務部說 好啊好啊來啊 那我也禁止 兩個一個加一個者 加跟者 加跟者這個我們大概 除了我們國中毒化學 高中毒化學的 很少會去用到這兩個 加跟者這兩個是屬於 它比較特殊量不大 它用在晶片 用在傳輸通訊裡面 它可以讓你傳輸效率比較高 溫度不要那麼高 所以它算是在裡面一個 相當可以看鋼擾 所以可以用在軍事通訊設備 然後可以提升這個晶片的傳導的能力 所以半導體業者需要它 那現在全世界加中國大概產出口量 佔了市占量93%到94% 則中國的產量佔了全球的大概80到85% 我看你半導體拿什麼來做 對不對 天下有點嚇人 我先看到一些 有一些比較親中國的媒體說 你們完蛋了 中國使出殺手箭了 你們都死光光了 半導體不能用了 這麼可怕 我講結論 弄這一招最倒楣的是中國 最倒楣的是中國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這兩個東西 不是只有中國有 不是非跟你不可 如果今天加根者只有中國有 它一進 半導體就要找替代材料 沒那麼快 那可能就要屈服 可是不好意思 加根者以加來講 全球都有 全球都有 美國的產量 美國的那個量 可能比中國還要多 可是因為全球都有 開挖這個 煤炭籍 還有環境污染 只有中國願意用低價格 犧牲環境成本來挖 那你想要挖 你要污染 我就買你的就好了 所以其實加根者 沒辦法產生 戰略上的封鎖效果 原因是 這兩個全球都有 那在這樣的狀態下 台積電就好棒棒 我們台積電 現在全球供應鏈的排行 是第33名 用供應鏈排行 你還不曉得他厲害 如果你用他所供應的東西 佔全球什麼產業的分貝的廣度的話 他的影響力應該要更前面 因為供應鏈可能坐車子的引擎 也是供應鏈 可是半導體 他的晶片 我不供貨 車子不能 沒辦法出廠 衛星設上去 看不見 冰箱不會冷 玩具不會跑 電動不能玩 PS4不能玩 就是說他的影響力是影響到每個產業 幾乎等於石油 是所有這個行業的關鍵 它等於已經成為原料型的關鍵技術 所以美國的 Business Week 曾經講過說 如果六七零年代阿拉伯的石油 就等於現在台灣的晶片 沒錯 就是你算那個石油的排序 有時候意義不大 因為你每個都要用到它 你去算它的排行榜第三十三名 已經很好囉 其實它的影響力比是更大 另外呢 它十五點一七兆的市值呢 是全球第十一大 我們台灣的企業 全球的佈局 市值占全球第十一大 然後台建最近公布這一個 叫做N3P的製程 N3P呢 在2024年就會開始量產 2025年台灣就進到2奈米 這個時候 去年的三星說他3奈米也量產 可是他沒有拿到訂單 訂單都在台積電 另外呢 美國我們現在去Arizona 幫他設廠 兩三年後才要做5奈米 所以台灣領先了兩代以上 那這個N3P是什麼呢 簡單來講說N3P 他的紮在這個同樣的狀況下呢 他的速度可以提高5% 他的耗能減少10% 另外呢 他的chip density chip density就是晶片裡面的密度 可以提升1%就1.04 所以整個是N3P是一個更先進的製程 台灣2024年 在所謂的3奈米的製程 往前更進一步 那三星 三星做了兩個覺醒 有一個我們要注意 他現在3奈米呢 在去年投產 我印象去年我們南科的3奈米廠呢 一月份也開始生產1000片 那預計每一季倍增倍增 所以台灣的3奈米也開始投產 那現在公布N3P的一個製程 但是有一個很客觀的事實 NVIDIA輝達的A100 H100GPU呢 還有像蘋果的3奈米的訂單 全部丟給台積電 Samsung一張都沒有 一張都沒有 一碗湯都喝不到 所以韓國人自己說 你說你超前 你超前你要彎道超車 你連車尾燈都看不到 你怎麼超車啊 先看到車尾燈在超車 至於為什麼他們的訂單 要丟給台積電 不給三星 跟這一個封裝技術有關 台灣不是只會做晶片 我們做晶片包含封裝 包含IC設計 台灣都在全球的前幾名 其中封裝 封裝就是把晶片跟晶片疊在一起 台灣的3D立體封裝 晶片本來是這樣排橫的 那從這裡到這裡距離比較遠 那我把它疊起來 直的或者堆疊起來 3D堆疊的 這個叫做他在Cold Wars的封裝技術 3D技術領先全球 領先到什麼程度呢 因為晶片跟晶片距離縮短 所以效能提高50% 那誰能說我要超前 我要發展叫做iCube S Cube Cube就是一個像那個冰塊這樣子 它一個方塊 它也是要走立體 可是它現在還在努力創新當中 還在落後 所以我們要小心 後有追兵 但是台積線確實很厲害 然後呢 現在整個這樣狀況 我們看最近發生的一些事情 那個他去 張宗盛去演講的時候 提到幾件事 我覺得有三件事值得講 第一個 他說全球化已經改變了 對 他之前講全球化已死 他現在講的比較保守 張宗盛說 Maurice說全球化已經改變了 他講的定義值得我們深思 他說未來的世界 在國家安全以及不影響我們現階段 跟未來的科技發展的前提下 才有全球化 但是因為一件事情 也就是中國不遵守國際規範 我們大家分工 就你還可以用偷的 對 張宗盛點出這一點 國家安全 對 優先於全球化 適用於台灣 適用於美國 適用於日本 第二個 全球化分工 不能影響我現在的科技發展 未來的科技發展 因為全球化 你用偷的 你偷我的AI技術 你偷我的晶片技術 你偷我的光刻機的技術 那你等於 因為你的違法 你的不遵守規範 傷害到我現階段的科技發展 也不適用 雖然給你做比較便宜 但你會偷 那我就不讓你當小偷 我自己做 我自己找盟友 所以找第二輪 也許成本高一點 但是值得信賴 所以張忠謀講的全球化 其實簡單來講 就一句話 可靠可信任的夥伴之間 才有全球化 這叫做全球化Bubble 泡泡 這樣子的世界形成 而在全球化可信任的Bubble裡面 台灣是最重要的供應商 所以就看到很多台商 外商從中國撤出 跑到印度 跑到台灣 跟這有關係 Maurice講的第二句話是說 好 那在這個架構下 我到Arizona設廠 那設廠的話 其實他不認為美國可以超越台灣 因為台灣的晶片 有太多東西 不是你簡單超過 光 你無法複製的 光勞動的精神 美國的工人上班的習慣 跟台灣就不一樣 工程師的素質不一樣 他不到我們的十分之一 然後第三個 他那時候 他說那我們總是要邀請貴賓來支持 其實張忠謀這樣講 我們台灣人可以跟他臭皮 我們這個請個來賓來支持 就請拜登來 就請拜登好了 請美國總統來支持 好像說我在台名單 請他來吧 那他在台上支持的時候 講了一句 Union is coming back Union is coming back 指的是美國的工會又回來了 其實他真正講的意思是指 美國製造又回到美國了 當他講Union is coming back 張忠謀今天演講說 他說我聽到這句話很不爽 我來設廠 你說什麼美國製造已經回來了 你還是要靠我 但是他講一句說 我請他來支持 他要講我總不能不讓他講 所以你可以看到那股自信 那股從容 以及全球佈局 全球化 他看到了全球化的新的佈局 讓台灣成為全世界可靠的 可信任的 重要的供應商 就會導出我今天講的這一堆 所以晶片的柏林圍牆 已經蓋完了 那中國去禁止這個加 加拉跟折 可能傷敵一分 傷極九分 這後續下來 我覺得這一個遊戲規則 會越來越明朗 而台灣會越來越重要